電眼 96 淨屏幕 字幕 阿晋鑫 曲名 阿晋黃 字幕 阿晋 並推出金幣之下 如果談到修憲 好像是山藥地洞或山藥爆发 会扰动国际的秩序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香港现在的状况 代表香港它是缺乏一个 宪政体制来保卫人权 对台湾人民而言 修宪是国人主权一致的展现 台湾人民是自己的主人 我支持台湾修宪 而且我认为修宪的方向有两个 一是基本人权的纳入 二就是政府组织运作的部分 首先基本人权的纳入 包括像投票权应该要下修到 扩及到18岁 或者是像环境权 健康权 以及对弱势者的保障 譬如说是平安地区的经历 新住民的照顾等等 都应该内入这个宪法 过去如果说到宪法的基本人权 都是自由权的保障 但是宪法应该要与时俱进 而且要让人民有感 是很生活的一种宪法 所以国家的作为 义务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像说爱沙尼亚 他们就把上面的所谓的人权 生活的人权 欧盟也把相关的交通 视为人民的基本权利 这个背后的影响都代表说 其实宪法不再那么深不可趁 它背后是代表的 国家如何要重视每个国民 不管是生活 或者不管是政治上 或者是它的产业生活 各种种 这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当然我指的不是说要把上网 交通什么都列入 而是说随着时代的演进 就在许多国家的宪法 讨论中 都已经慢慢的成熟 第二个修宪的方向 我讲过去 修宪可能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修正 因为对于1991年到2004年 这13年中间 我们已经历经了6次修正 然后也去修改了 政府的组织跟运作 一个制度不可能完美 当我们谈论到内阁制运作好 就会寄望说 国会的人才要积极 有一群人来带领国家前进 但这上是我们的社会 已经习惯于总统直选 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来教训一个短命内阁 还是一个执政超过20年的总理 这些都是要社会 需要社会的话 经过来充分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到底是 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讨论 因为台湾的话 习惯于总统直选 这个大概是要慢慢的引进 这就是等优优独播放 消筹 20